受疫情影响,晚宿捐血的人大幅减少 为了解决血荒及配合329青年节活动 新北市员陈启能,号召卫生局、警察局、消防局 及三重区公所等单位 共同在三重国民运动中心前举办捐血活动 除了捐血救人外,各宣导摊位 也提供民众最新的市政及卫教资讯 血库有欠血的一个因素 那在我们整个团队的考量之下 决定在青年节来号召我们所有台湾粹境 都非常热爱我们的民主主权的这些年轻人们 一起来帮助国人,帮助世界 捐血活动一开始,马上吸引大批爱心民众 及热血青年响应 大家仅然有序的填写资料,排队捐血 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今天青年节希望把我的热情分享给需要的人 平常就都已经有在固定的时间来做一个定期的捐血 捐血可以让我们的血液能正常的一个代谢 又可以帮助其他人 陈锦仁强调,救人一命深造七级糊涂 希望社会大众能持续响应助人为本的公益活动 共同将这份爱及温暖延续下去 捐血一旦,救人一命深造七级糊涂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